走进商店街 餐厅居酒屋通通拉下铁门 宣布临时停业 受到新冠肺炎影响了 日本的餐饮业业绩大受打击 但是有像居酒屋这样的业者 都推出了外带服务 希望能够抢供外带商机 大白天的居酒屋门口 摆张桌子开始做起外卖 日本发布紧急状态宣言后 民众减少外食 业绩瞬间暴跌 根据调查 日本超过八成以上餐饮业者 三月份业绩比去年同期减少 其中下滑幅度达30%的业者最多 另外有11.3%的业者 更表示业绩跌幅超过六成以上 因此开始纷纷想办法转型 像这家餐酒馆 也从四月初开始推出外带服务 根据调查 有五成店家已经开始提供外带 12.5%的业者正在进行外带服务的准备 另外有19.6%正在考虑推出外带服务 消费者方面调查指出 25.8%的民众利用外带的次数增加 老板说提供外带后客人明显增加 毕竟疫情当前自己的业绩只能靠自己救 也让过去不盛行外带的日本餐饮文化逐渐改变 外园新闻是七号日本东京采访报道 本来是一篇留下带的